九州作为日本半导体跟汽车产业重镇 近年来高速发展 随着台积电进军九州 台湾对九州的投资也显著上升 作为首家在九州设立据点的台资银行 玉山银行跟福岗商工会议所 在福岗共同举办台湾九州经济贸易论坛 深入了解台湾跟九州的经济环境跟产业动态 强化台湾企业在九州市场的影响力 并为两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日本福岗的天神区 看准九州细岛的人口地理位置和GDP等优势 加上户国权单台积电到雄本设厂提升资金需求 国内银行也纷纷来到福岗设立分行或是出张所 要抢工庞大的市场商机 向玉山银行是第一家在福岗设立分行的台资银行 这里的办公室面积占地140平 主要服务针对台商企业半导体供应链的融资存款汇款等资金需求 以及个人的投资项目 同时与日本当地银行紧密合作 要强化台湾九州经济贸易 绿山银行福岗分行坐落于福岗金融区的核心地标大楼 室内设计充满台日文化特色元素 随着台积电雄本设厂带动台日产金业界大规模投资需求 绿山银行积极拓展当地供应链布局 掌握再生能源等商机 四号与福岗商工会议所外贸协会 也在福岗举办台湾九州经济贸易论坛 深入讨论台湾与九州的经济环境和最新产业动态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九州半导体的生态圈 已经逐渐在形成 所以这一次玉山跟福岗商工会议所 邀请更多在地的企业来共同了解 台湾整体的产业的环境 台湾产业的优势 那当然目的是我们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未来我们可以在产业做更多的合作 那些企业的企业が今生き生きと動き出しており 那些企业的企业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TSMCの進出の波及効果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と思います 今熊本を中心にかなり多くの投資が行わ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 これは相当広範な範囲 そして金額に上る経済効果がある 此次論壇以九州与台湾经贸关系为主题 吸引超过百位九州及福岡地区的企业代表参与 涵盖运输能源金融不动产等多个领域 希望强化台日之间的经济贸易 在全球供应链转变之下 掌握未来的合作方向 あとは九州の企业と台湾の企业の貿易のマッチングなんかも 九州地域のネットワークを使って あるいは台湾国内の手前どもの139家店の支店のネットワークを使って 貿易のマッチングにも挑戦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我们认为未来整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可能都会往九州往熊本来集中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预计在今年的10月底 那玉山熊本的出張所 Subbranch 我们也要开业了 那可以跟我们的福岡分行 连成一个1加1的一个服务模式 看准庞大商机 国营近年纷纷插起九州 加强台湾企业在九州市场的影响力 为两地经济发展注入行动能 记者曹莺英 陈伯辰 日本福岡采访报道